大家好,我是阿姜,一个人搞点窄,今天早上八点,昨天晚上在这个小宾馆,六十块的,酒店吧,睡得还不错,空调开到了三十度,然后我就穿一件衣服睡,也不冷,哎呀,挺舒服的,睡得还行。 呃,跟大家说一下吧,就是那个女的,自驾游的,说是,然后,说是去丽江,没带现金,说,手机,忘带了,说是她儿子的手机,那女的确实年龄,是吧,确实是个中年,妇女吧,应该有三十多岁,像是有孩子的,就我一时心软了,不是我傻,是我太善良了,然后后面, 应该是被骗了,给她,给她看吧,这是她的微信号,然后,我收了一下那个号码,我忘记收的号码是什么了,应该是电话号码收的,哎呀,我都忘了,真的是, 看吧,过了一天,她们通过,应该是被骗了,你看吧,这是她儿子的微信,是吧,清风, 你看吧,我举报了,说些诈骗,你看吧,我还向这个收款账户给发消息了,她也没回,然后我在网上说了一下,后面,自驾游的,加油,没带钱,借钱,但是显示的,基本上是高速, 基本上是高速,国道,我真的是少见,你在高速上,有没有遇到过这种,你看吧,这个, 自驾游路上,有人问你借钱,张口就三万,你敢给吗,万万没想到,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, 有一个骑车的,一个骑行的,他,他借的,这个典型那只,小伙机就三万,你敢给吗, 小伙机,这些事情,两万多,是当时被借的,出钱的当事人,你看吧,花贝仪器,对方不还钱, 这个是我们在出藏的路上,在泽青县,再次相遇,他们当时是一个,什么情况, 这个网上有个典型的例子,这个是典型例子,还给你了,然后第二天早上又借你了, 他借给了那个,开车的两万多,你想想,两万多都借,你看,任何人都没这个嘲笑, 这个是一个上奖的心,不是这个小,我是借的,对, 太缺氧了,是不是,这是典型例子,现值太多, 借了还了,再借套路,是不是,我那个微信是,借了350吧,然后有50块钱现金, 刚好有,我身上有70块钱现金嘛,那有一张50的,他看到我,我翻了一下,反正是肯定是回不来了,这个的话,就算你知道他的身份,也没什么用,这个所谓明示纠纷,想把这个实力给追回来的话,你要花的成本,是比这个还要高的,所以就没必要了, 你看吧,到了3000块钱,才能立案,没什么用的,400块, 这网上有点神例子吧,这个, 骑车的小伙呀, 快借给一个靠车自驾游的, 是前天的视频,自驾游的,跟他们一起, 处,相处了很久,这种情况,你会放松警惕的,聊了天, 还请了那个骑车的小伙,吃饭,借了钱,然后还了,还了,又借又还了,多次,然后最后一次就没还,这种套路, 所以的话,哪怕就是陌生人给你借钱,不管什么原因,都不要同情,不要借, 我当时他盯着我吧,那个女的,我当时我都忘记录像了,就那个摄像头是往前面拍的,就是当时拍路边的风景嘛, 我应该把摄像头给拿起来,把那个手机拿起来,这个手机, 怼到他脸上拍,他应该就不敢了,他说我录像不尊重他,我还是没,没,我都上前面录了几秒吧, 其实我当时问了他,是不是搞诈骗的,你这样, 他说我,我要,哎呀,怎么怎么样,求我的乙气,我要是搞诈骗的话, 字笔骗你几百块嘛,我要是搞诈骗,我就骗你几十万了嘛, 就是说说说这说那的,给大家看一下,早餐吃一个肠粉, 一个荷包蛋白,还行,我想了一下,这个视频还要单独发出来吧, 跟大家聊一下吧,应该是被骗了,不是我傻,是我太傻了的, 也不是我实地太想到, 快过年了,片子特别多,相信,是吧,我的粉丝里面也可能被骗了, 你们一定要谨慎,这钱是吧, 其实我知道大概就被骗了,我就看出一点问题了, 其实跟那个之前那个, 之前在土团那个是吧,香港那个, 诈骗有点像,只不过那个金额大,我没有上当, 这个浙子的话,金额小, 快过年了,一定有你的亲戚,是吧,所谓的朋友, 还有一些熟人,向你借钱,这种情况,你会借吗, 其实陌生能骗你,你可能会有警惕, 但是真正的,你所谓的兄弟骗你了, 如果你想,是吧,给你,把钱借给你兄弟, 那你就,要想好,这个兄弟做不了了, 这个结果, 真的是这样, 我相信,还有很多人, 他面临这种问题, 很像那个电线诈骗的,最近肯定是有, 还有各种问题, 只要涉及到实地的, 千万不要出手, 千万不要减, 很新一点, 有些那个片子,你真的是发现不了, 因为他会发长时间, 非常耐心, 跟你培养感情, 然后最后就骗你, 跟你培养感情的, 成为兄弟的, 你就放松警惕了,是吧, 这种情况真的是一般人, 防不胜防啊, 一般都熟了, 大家,是吧,快过年了, 一年这么实地都不容易啊, 最近片子特别多, 一定要小心啊, 特别是, 跟你已经培养好感情的片子, 那是最难防的, 能花那么多长时间, 那么你都不敢想象他有多大耐心呢, 这种是很难防的, 各种套路, 希望大家,是吧, 保存好自己的实地啊, 不要轻易外泄, 好好过给你了, 啊,